大家好,今天是9月19日,星期二 亦都在这里要讲讲, 告诉大家不要被骗徒骗, 你知道现在骗徒手法很高明的, 最近都竟然有人被骗了, 总共骗了10亿, 没得好说, 怎么说呢? 有人说,钱多人傻, 其实是一件事, 他跟你三不识七, 为什么要比较你赚钱呢? 三不识七就是说, 你给钱我赚吧, 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全部都用以前曾经有的, 有些朋友的活动, 从Facebook里拿出来的, 截图出来, 就要知道了, 从耕种到投资, 心得感悟, 其实应该是从耕种到投资, 听你的骗徒电话, 有没有被骗? 有怀疑, 打18222, 好, 北水, 十分好, 昨天多了, 希望这个平均仓, 咬上去, 非常好, 接下来, 今天的板块, 升不多的, 很多这些升, 纸啊, 中标啊, 煤炭啊, 工业啊, 工业啊, 交通哲司啊, 这些升的都很少, 即是板块不是大板块来的, 除了银行, 其次这些, 这些都再跟下来, 不用理他了, 再跟着看看, 就是很多的是, 我看到, 个别的时钟, 有些营股基金, 多人买了, 后面应该有些事情, 想做好, 那些好友, 应该是这样看的, 阿里巴巴, 一直说最近最近, 阿里巴巴的表现是稍好过腾讯的, 那么, 恒生中国企业也要升, 所以这两只一起升的时钟, 应该是后市, 是比较可乐观一点点,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是, 其次, 其次, 在这里, 似乎做了十次升, 很简单, 希望就是继续之后, 就可以, 升, 跌, 升, 跌, 升, 跌, 那这里呢, 希望跌下来, 再开始打滑一下, 然后再跟着上升, 那就好了, 这个暂时是一个这样的测想图, 那留心, 成交这两天, 是多了少少的, 然后, 有什么股票好看呢, 那这样, 首先, 大家留意一只, 叫江西桐, 江西桐呢, 我看看他那个, 走势的方面来说, 大家看在这一天啊, 是的, 然后, 您想法看它, 无论 cares,